既然你出現的話 那我就送你去死吧 齊作號仰天大少 隨即 只看得他 受掌一台 一頭二級妖獸風影 就出現在他的身邊 見到這種情況 灰發老者和朱天嬌 是大驚失色的 什麼 二級妖獸 二級妖獸 相當於真元高手 而且妖獸的實力 遠非無者能比 也就是說 齊作號這隻妖獸的實力 比夢陰山三護法 還要強出很多很多 齊作號 老夫慢慢沒想到 你一個小小化原武者 居然可以有一隻 二級妖獸 灰發老者的面色 已經沉了下來了 他真是想多了 齊作號不是虛張聲勢 而是真是看不起他 他現在就明白 如果不施展底牌 他絕對不是這個二級妖獸 蜂影的對手 聽到這裏 齊作號是冷坑一句 老爺 你想不到的事情 很多 不要再天真了 齊作號就沒有繼續 跟灰發老者廢話 他面色一形 大害一聲就說 蜂影 幫我把這些邪魔 統統殺了 我先跟這個老爺過招 如果我打不過 你再出手幫我 華音一落 齊作號是親自 取出了極火刀 並且從角馬的背上 虐張起來 一刀 就劈向了灰發老者 他的境界得以提升 現在他都很想試一試 他跟真元高手的差距 還有多大 哈哈哈哈 那就你自尋死路了 見到灰發老者 冷坑一句 抬手間 他都拿出一桿 黑漆長矛 這個長矛 是順勢揮動 順刺 就朝著空中齊作號 抽擊而去 大戰 一觸即發 在齊作號跟灰發老者 交手的時候 蜂影 也是對著朱天嬌兩個人 展開屠殺 沒說錯的 就是屠殺 只看得他 兩個頭的獨角 都亮起了灰色 和銀色的光芒 從之 一到到有真元力 凝聚而成的瘋人 以及閃電 是從四面八方 雜卷而開 這一招過來 除了朱天嬌之外 蒙蔭山一重高手 根本是無力抵擋 一個照面 已經被蜂影 在初步斬殺 而朱天嬌 靠著猛虎變練體術 勉強捱過了第一輪 保住了性命 哎呀 風影如今的實力 認真太強了 而令到齊祖浩驚訝的是 風影一支獨角 發出的閃電 居然變成了銀色 啊 我記得之前是紫色的 他心中雖然驚訝 但是齊祖浩都沒有過多去糾結這件事 可能是境界變了 風印和閃電武器的顏色 亦都會變 齊祖浩的想法是沒錯的 其實風影施展的雷電武器 雖然顏色變了 本質沒有變 如果風影願意的話 他亦都可以施展出紫色的雷電武器 甚至紫色或者銀色的瘋印武器 以適境不同的情況 他的肉身防禦 亦都變得極為強大 只不過他今次 要面對的是一隻真老虎 二級妖獸 風影 風影看了這種情況 一呆 咦 這隻假老虎 這麼多想來打我 於是乎 他都不客氣 再次朝著朱天嬌 發動了瘋印 以及雷電攻擊 只不過 今次就沒有這麼天真 猛虎開影 一招之下 就徹底破碎 而朱天嬌的身軀 亦都被一度度封印 撤成碎片 然後被雷電 擊成招貪 他直到臨死 才醒不起身 他是不應該來尋仇的 更加不應該的 是成為邪魔 在二級妖獸風影的面前 不要說花靈 或者納靈境界武者 就算是修煉了 猛虎變練體術的 蒙蔭 非英堂堂主 亦都沒有喊過三個呼吸 這個 就是二級妖獸風影的實力 認真恐怖 而當風影 殺了朱天嬌等人 另一面 齊續號的破雲斬都亡 和灰發老者的地兵 已經撞在一起 清脆月異的響聲傳出 風影眼神形肿 就轉身望過去 好小子 花園九層 仍然有如此力量 老虎真是小看你了 灰發老者 和齊續號 對並一招 齊續號的身軀 倒飛而去 而灰發老者 亦都被震得 從角馬尾上 拋飛下來 他現在很震驚 齊續號力量 雖不及拒 但都差不多太多了 真是妖孽 灰發老者 心中暗暗感慨 這個齊續號 果然妖孽 果然逆天 他原力之精純 心力之強大 已經遠超他的預料 現在他真的很想逃走 只不過轉念一想 又打燒了念頭 老爺 你實力一般 在真元高手中 亦都是墊底 我這邊還有二級妖獸助戰 莫不是 到了此刻 你還想殺我 齊續號 就這樣跟灰發老者對峙 一招比拼 他已經對自己實力 有著深刻認知 因為面對真元高手 現在的他 還不是對手 雖然 不是好像以前那樣 束手無策 但是頂龍 都只是 有了一戰之力 此刻的齊續號 實力比之前 跟南宮千恒一戰的時候 要厲害一點 如果此時 他再跟南宮千恒對打 可以輕鬆打敗他 而且 不至於身受重傷 面對這個真元高手 齊續號現在 感覺到手臂震得很痛很痛 他心知肚明 跟灰發老者的實力差距 還有很大的 他雖然是震退了對方 但是要知道 人家還沒有武器 而他已經使出破雲斬了 齊續號現在 也希望灰發老者 就此離開 這樣一來 他就可以追蹤灰發老者 去到夢陰山老巢 齊續號 我就想聽你說一下 老夫為什麼要逃走 你實力雖然強 但是你打不過我的 就算你有二級妖獸 我都要看看你怎麼奈何老夫 灰發老者的神色 在平靜下來 這一場戰鬥 他依然有幾大勝算 一般來說 他不是二級妖獸的對手 但是作為夢陰山邪魔 他同時修煉著兩大邪術 血力大發 以及猛虎變 實在不行 我殺不到妖獸 我直接殺你 本集內容已經播送完畢 多謝大家捧場 歡迎大家多多點贊 多多評論 多多收藏 易天神帝的精彩劇情 我們下一集 接著分解 第398章 風影之力 齊作號當然心知肚明 這個灰發老坑 一定有所倚仗 夢陰山八大堂主 分別修煉了 猛虎變練體術 以及血力大發 這個灰發老者 是夢陰山的三戶發 地位就比那八大堂主要高得多 他肯定也修煉了 猛虎變練體術 或者是血力大發 甚至是兩者都有 當然 齊作號就一點都不擔心了 即便是身兼兩大邪術 灰發老者絕對不可能是風影對手 要知道 當風影進級二級妖獸之後 是可以毫無秘端去施展風雷領域 當初 就是風影施展風雷領域 才可以斬殺 大約十三度之手 軍神 而風影也因此 造仇反勢 沉睡了一段時間 現在 他已經進級二級妖獸 施展這個絕招 不會再有反勢後應 老爺 你想多了吧 我知道 你很有可能 也修煉了血力大發 以及那個猛虎變 只不過 又怎樣 今天 你依舊要死 齊作號就好不屑了 他今天 必殺這個灰發老者 只不過 不是現在 他心中已經默默有了計劃了 他要先重創灰發老者 跟蹤他 去到夢陰山的老巢 到了如今 齊作號已經明白了 夢陰山的實力 比他想像之中要強得多 他亦都很明白 夢陰山 至少有三大互發 而且個個都是真元以上的 如果是這麼說的話 那麼那個首領童嚴 那個實力 應該更強 當然 這種情況 根本阻止不了齊作號 去剷除夢陰山的心思 你這幫邪魔 隱藏極深 暗暗發展 如果不趁早連根拔起 勢必就會成為 昔日的心慾殿 果不定 還會危害大方 齊作號亦都相信 他有著風影 應該可以滅了夢陰山邪教 而且 即便風影 遇到無法解決的危機 他自己 亦都有自信可以應對 因為此時的他 至少還剩下了 少量的元力 十幾個呼吸的火神佬 還可以施展出來 有了這些底牌 齊作號就沒有理由 去放過夢陰山 機不可失 事不再來 這個道理齊作號很清楚 想要找到夢陰山 老巢 很難 但是現在 有著這條魚 一定有機會 齊作號 到下品防禦地兵的極致 再加上猛虎虛影的防禦 現在這種防禦 它的綜合實力堪稱中品地兵 就算便宜方影虎 這隻小貓又耐得我何 而施展了血力大法 灰發老者的境界會直接來到增餘三層 身體各項機能都會得到提升 再加上那些利害武器 就憑你齊足好加上一隻小貓 怎樣耐得我何 當然 就算是身兼兩大秘術 灰發老者也知道 要殺死他們應該還有些難度 若果不慎 自己都很可能糟糕 只不過現在眼前 就是難得殺死齊續號的機會 還有可以得到那件自保的機會 灰發老者現在知道 必須拼死一搏 若果錯過這次 可能這輩子也不會有第二次 而且這個很可能 就是他掌控孟陰山的一大機會 若果他可以順利得到齊續號手上的自保 哈哈 首領? 童言? 哈哈哈哈 不是我對手 一直以來 夢陰山三大互發 對於童言來說 都有異心 他們沒有一個 是甘心臣服於童言的手下 只不過 真是無奈何 童言的實力太過強了 而且現在 還身懷邪寶 他們就算有心 是反叛當家做主 卻是無力對付童言 喂 你在想什麼 既然你這麼想要我自保 便動手 我懶得跟你浪費時間 齊續號的聲音 依舊充滿了不屑 聽到這裡 灰發老者就冷坑一句 哈哈 齊續號 你自己拿來碎 怪不得老夫 放心 我不會令你輕鬆死去 我會將你捉拿回去 慢慢接 灰發老者話音一落 他手中長矛 頓時就好像閃電一般 是朝著齊續號 直次而來 而當其中 旁邊的真原力 是閃力著烏黑色的光芒 是化為一道 形實的真原理人 這股威勢相當之強橫 再次出手 灰發老者 果斷施展出了武技 他之所以想要趕快 琴拿接磨齊續號 就是為了更有把握 去得到自保 他都很清楚 如果齊續號死了 那件自保恐怕都會消失 但是一旦琴拿齊續號 有大把辦法 令他乖乖神福 交出自保 等連化了之後 這條小子都沒有了利用價值 到時候 是殺是寡 就無所謂了 現在這件事 事關自保 灰發老者 都很謹慎 而齊續號這一邊 看著真原理人 是非足襲來 他都面色一變 唉 他都有心跟灰發老者 好好地打一場 只不過現在 他真的不想這樣做 因為現在 已經有計劃了 這些原力 還要留著 去對付孟陰山的其他真原高手 一個念頭閃過 齊續號朝著風影 就大害一聲 風影 替我殺了他 好 吩咐風影的同時 齊續號暗暗 是對風影心念全音 喂風影 我說一下 你不要把我老家伙搞死了 我一會兒還要用他 去追蹤孟陰山的老巢 主人放心 我又分傳 風影很嚴肅地回應了一句 然後他直接閃身 來到齊續號身遲 以自己身軀 硬陷這道真原力印 妖獸的玉身防禦 好變態 二級妖獸境界的風影 玉身至少 都有下品地兵的急別 齊續號就靜悄悄看著 這個灰發老者的真原力印 轟激在風影的身上 就好像是拗了痕 只不過 這道拗痕 身體始終都是有點痛 搞到風影煞了一支火滾 他兩個腦袋揚起來 頭上的兩隻獨角 再一次就閃出了取燦的光芒 緊接著 有一道狐形瘋人 和一條光束一樣的閃電 就朝著灰發老者 連轟而去 而與此同時 風影也埋動腳步 朝著灰發老者衝張上去 以頭頂兩隻尖銳的獨角 撞向灰發老者 我殺就不殺你了 只不過 現在又不想動用風雷領域 我就怕定住了你 嚇死你 風影現在 初入二級妖獸 施展的風雷領域 力量只會更強 但是 體內的真原力 也不是那麼多 竟不起消耗 他都清楚 除開這個灰發老者 他和齊足號 還有硬仗要打 要省一點 而灰發老者這裡 只不過是真原一層境界 他真原力也十分有限 風影也自信 用一些低級武技和肉搏 已經足以好乾他 現在的目的 是在於 重創這個灰發老坑 是 這個 二個借火 灰發老者現在的面色 十分之陰窄 哎呀 還以為這個齊足號 會和他放手一戰 怎知道 這麼謹慎 他一施展武技 齊足號 就叫便宜風影虎 來對付他 不行了 看來 要速戰速決才行 要先解決這條貓仔 想到這裏 灰發老者一揮長矛 這條長矛之上 就帶起了素刀矛影 直接把圓弧形的封印 是極德粉碎 也擋住了光束一樣的閃電 便宜風影虎 這兩招低級武技 上滑傷他 好像也沒那麼容易 灰發老者看著封影 連連撞上來 就在他擋住閃電的時候 風影依然來到根前 他本來還以為 可以擋住封印和閃電之後 再用長矛去迫使風影 放棄撞擊 現在這樣看 唉 沒那麼容易 太快了 這條貓仔 風影的速度 超乎了灰發老者的想像 震驚的同時 灰發老者連亡把長矛 橫在空前 瘋狂吹動軟力 進行抵擋 只不過 妖獸來的 體型巨大 對呀 這一下的撞擊力 非比尋常 現在呢 連齊作號都好 風影的撞擊 就好像火焰鐵牛一樣 是一個腦袋 就撞擊在灰發老者的長矛之上 而風影呢 有兩個頭的 我教錯撞擊 灰發老者是擋住了一隻角 卻不要擋住他另一隻角 那隻角呢 是直接 就刺入了灰發老者的腹部 從背脊 是穿頭而出 喂 打死他的 本集內容已經播送完畢 多謝大家捧著 歡迎大家多多點贊 多多評論 多多收創 逆天神帝的精彩劇情 我們下一集 接著分解 第399章 窮購要追 緊接著呢 風影非足 就後退一步 張獨角 從灰發老者體內 是抽象出來 同一時間呢 他吹動真原走 一走走出 風利的爪印 就在灰發老者的身上 留下了五度 醒目的爪痕 同時呢 當中吻含的巨大力量 也都將灰發老者 震得是飛拋而去 一次短暫的交手 灰發老者 已經重傷了 後中 百亭吐血 一臉粉痕 就釘著風影 並且渴到 一觸 老虎 今天一定掛了你 話音一落 灰發老者 將長毛核插在地上 隨即了 他抬起兩道手臂 一瞬之間 灰發老者身上 血光湧動 模型的力量 由虛空直降 他的傷勢 暫時被壓制了 而整個境界 是隨之提升兩級 來到真原三層 齊作好一體 臉色都是一變 他知道 灰發老者施展的 就是蒙音生的邪術 血力大法 這個血力大法 十分之厲害 修煉困難 施展之後 也有很大弊端 但是認真強大 風影 這個老家貨施展的是邪術 他現在實力提升了很多 你不要硬薄 拖延時間就可以了 不用多久 他的邪術狀態就會消失 到時候 傷上加傷 就會沒有戰鬥力了 齊作好連連 就用全音吩咐風影 他對血力大法 還是有些了解 但凡這個大法 這種邪術 都有致命的弊端 只要避開灰發老者的風魔 這個老坑 根本是拿他們沒辦法的 是 主人 風影回答一聲 其實 灰發老者有沒有施展邪術 對於風影來說 根本沒有威脅 只要他施展風雷領域 禁錮著老者 再加以攻擊 他不死都要重傷 只不過現在的目的 不是打死他 而是要放走他 齊作好現在既然敢說 肯定是有自己打算 而且主人的命令就是命令 必須服從的 如今的風影 雖然已經是二級妖獸 但是對於齊作好 他從來都不敢小看 齊作好的實力手段 是已經震住了他 若果齊作好去施展逆天手段 就算是二級的風影 也都可以被秒殺 月祖 齊作好 你們死期到了 受死 灰發老者現在 周身的血色光芒 是滅入體內 只聽得他大喝一聲 一到猛虎虛影 又將他的身軀 是籠罩其中 齊作好真的面色大變 這個灰發老者 果然是身兼兩大邪術 灰發老者現在 話音未落 卻已經拔起長矛 直衝向齊作好 以及風影 現在的他 是憤恨交加 早就已經將琴娜齊作好 奪取自保的事 是拋磚老後 血力大發的力量 早就已經充分了他 他現在 一心只想拿齊作好的命 見葬 齊作好 是連連吹動原力 以及心力 施展出無影步 進行閃躲 以他如今實力 施展步伐武技 全力閃躲 那麼灰發老者 根本上就沒有奈何 即便是他施展了血力大發 也都一樣 而風影就更加不用說了 他好像齊作好一樣 瘋狂閃躲 就是不跟這個灰發老者交戰 而且風影的速度 根本就不在齊作好之下 所以 灰發老者有一頓攻擊 齊作好攻擊不到 風影的毛都摸不到 接下來這場戰鬥 就變成了毛老追擊 齊作好和風影 是一尾閃躲鼻尖 僅僅半刻鐘 灰發老者的真月力 果然已經見底了 移到此刻 他才冷靜下來 糟了 我已經沒有了月力 血力大發和猛虎變 整個狀態就會解除 到時候 加上個血力反勢 我肯定會死在這裏 心中一動 灰發老者 也不敢再追齊作好 以及風影 而是解除狀態 一刻轉身 掉頭就走 他就沒有施展真元翼 而是以暴法武技 進行逃圈 並且施展隱身術 引液了身形 若果他施展真元之翼飛行 對於真元高手來說 消耗就不是很大 但是他原力始終是稀薄 若果飛上去 一個就是造靶 第二個很容易被人追上 不得不說 灰發老者的做法是很正確的 他本身就是暗屬性武者 施展隱身術 再加上步伐逃走 他才有機會 在血力大發的效果解除之前 從齊祖浩 手下逃脫 灰發老者很無奈 這個齊祖浩和風影虎 太狡猾了 他已經明白 齊祖浩和夏圖 以及朱天榮 已經戰鬥過 好瞭解血力大發的弊端 怎麼可能是這種情況 和他血戰 只不過 有件事都很出乎意料 這個灰發老者 假假地都是真元高手 真元力這麼少 打一陣而已 立刻就走人 他見到灰發老者 隱逆身形 飛足奔跑 那段就把風影收入獸街 等到灰發老者 逃出本領院之後 他才施展隱身術 是追擊而為 齊祖浩心中就冷笑 灰發老者 雖然施展隱身術 但是 對於我有心力的人來說 你忍什麼鬼神呢 他用著心力 就可以感受著 殘留在空氣之中的微弱氣息 或者就是因為 他的心境 突破到了天元本心的極致 令到他有了感應真元高手 氣息波動的能力 真元高手一半都有零式 齊祖浩就不方便 用零式去破解他的人生術了 否則的話 這個追蹤就毫無意義 根本不可能 順利找到夢陰山老巢 幸好的是 齊祖浩還有心力感應 我俊仔和風影虎 應該沒有追上來 一連走出了五十多里遠 灰發老者才停下腳步 到現在 他的真元力已經不足以支撐 他繼續逃跑了 他快速解除了血力大法 繼續逃走 血力大法秘術的施展 需要真元力或者元力 維持的時間也在消耗 而且這種消耗還很多 灰發老者現在 從身體呈現出來 血色光芒消散 日下沒有忍住 口中就頓時噴出血來 現在的他 臉色變得慘白無比 他本來就已經被風影重創 現在再加上 這個血力大法的反世 雙上加雙 已經是真正的強勞之末了 連連取出幾枚單藥服 灰發老者托著重傷的身體 是繼續逃走 幸好的是 步伐武技的施展 需要的真元力很少很少 夢陰山距離此地也不是那麼遠 他都有把握 可以安全逃到回去 灰發老者現在 是不敢再次停留的 以他現在的狀態 真是隨便一個化原武者 都可以拿他的命 要趕快回去夢陰山 尿好相先 他現在都在想 經歷過這場戰鬥 再也不想面對齊了好 這條小子實力本身就不弱 再加上便宜風影夫的實力 根本就沒辦法對付 真是沒想到 他們居然身經百戰 好鬼狡猾 所以齊俗號手中的自保 應該就已經不是邪魔可以染子了 只不過 灰發老者慢慢沒想到 齊俗號隱翼身形 就在距離距不到百丈遠的後方 他一直都在用靈色 是勁跡四周 只不過 他的靈色很有閒 只能夠察覺到三十靈丈遠 根本就掃視不到齊俗號 甚至 齊俗號出現在灰發老者 零色範圍之內 他也不太可能 可以發展得到齊俗號的忠識 因為齊俗號 原力得樹 心力強大 施展隱身術的話 一半真元高手 是根本不可能發展的 灰發老者現在 真是不知道 這個齊俗號還在跟蹤他 現在兩個人 一個圖一個追 若摸半刻鐘之後 齊俗號 就跟著他來到 一個大山谷跟前往 而來到這裏 果不其然 就已經失去了 灰發老者的痕跡了 現在齊俗號一臉尋總 就打量著眼前這個 被灰色龍墓所籠罩的大山谷 這個灰發老者進入大山谷之後 他的心力感應就徹底消失了 直覺告訴他 這個山谷 不一般 本集內容已經播送完畢 多謝大家捧場 歡迎大家多多點贊 多多評論 多多收藏 逆天神帝的精彩劇情 我們下一集 接著分解 第四百章 獨創夢魂山 齊俗號現在還在施展著隱身術 他仔細打量著山中的灰色武器 面色就更加陰沉了 因為這裏的武器不是一般氣體 而是屍殺之氣 屍殺之氣和屍障之氣是有點像的 只不過確實不是同一種 屍障之氣是屍障之氣加山中障氣結合而成 而屍殺之氣就是屍障和殺氣融合而來 兩者都跟屍障分不開 但是有區分 障氣是一種有害氣體 對武者的危害都很大 卻遠非殺氣對武者的危害那麼強 殺氣是可以腐蝕武者的靈魂和肉體 殺氣和屍障融合的屍殺之氣 那種腐蝕力就比屍障之氣還要強大 現在這個山谷之中 是充滿了屍殺之氣 就證明了這個山谷裡有大量屍體 屍氣的形成是離不開屍體的 這一點齊俗號早就知道了 這裏的屍殺之氣這麼濃郁 那豈不是死了很多人 當初齊俗號在曼屍山上 見識過屍障之氣的危害 而曼屍山上的屍障之氣 雖然腐蝕力都是很強的 但是那裏是因為有著殺幽冥石 和神器混魔石的原因 有這些寶物在這裏 才導致曼屍山的屍障之氣 遠非一般的屍障氣可比 因此這個山谷的屍殺之氣 雖然很強 但是好像都比不上曼屍山的屍障 殺幽遠 就可以抵擋曼屍山的屍障氣 同樣也可以抵擋這裏的屍殺氣 哎呀 幸好手中還有一些 好 威脅不了我的 現在呢 齊俗號已經是化園九層的武者 更加身懷心靈 本身的元力也無比精準 他只需要用元力保護自身 其實不吃殺圓圓 這些屍殺氣也奈何不了他 哎 只不過我怕死的嘛 是吧 他隨手就取出一枚殺圓圓 直接服下 現在他就不急於晉山了 這個灰法老者 逃入了山谷之中 即是說這裏極有可能就是夢陰山老巢 齊俗號現在呢 拿出千星棍的地圖一看 頓時就 知識呀 這裏的山谷居然有個名字 夢魂谷 而且是一個毫無名氣的山谷 這個夢魂谷的名字 帶著一個夢字 啊 是不是夢陰山的夢呢 齊俗號現在 對自己的推測就更加肯定了 不過他知道的 夢魂谷中是圍滿著濃郁的屍殺之氣 怎可能毫無名氣啊 好明顯的 這裏的屍殺之氣 是幾百年來才形成的 夢陰山是身為邪魔勢力 老袖附近殺氣很重 所以有很多屍體也都正常 屍體就染生屍氣 屍氣和殺氣融合 才有了這麼濃郁的屍殺氣 結合的老者呢 逃入夢魂谷 所以 這裏八成就是夢陰山老巢啊 若非齊俗號親自來到這裏 他絕對想不到 嘩 這個夢陰山 居然就隱藏在 一個世人都不放在眼中的 小山谷中 心中這樣想著 齊俗號那一段 就邁步走入谷中了 先走了數十丈遠 他已經覺得 這裏的屍杖之氣 變得更加濃郁 他很好奇地 用個零色掃視山谷的地下 一時之間 真是嚇到臉色大變 因為 這裏的地下 走近層層疊疊疊的屍體 這些屍體 很多都只剩下鞋骨 有些是剛剛開始腐爛 有些是剛剛死了幾天的新鮮屍體 什麽回事 怎會這樣 齊俗號無比震撼 這個夢魂谷的地下 屍體鞋骨是成千上萬 他用零色 死死打量著那些新鮮屍體 最終得出一個結論 這些屍體的體內 沒有血的 是被吸乾血液而死的 這種情況 令到齊俗號更加堅定 不用說了 這裏絕對是夢陰山老巢 他是知道的 夢陰山很多高手 修煉血力大法 而血力大法的修煉 就是需要新鮮血型 這個亦都是 夢陰山的齊摩 為何會常連出去抓人的原因 夢陰山的谷中有這麽多屍體 那就是夢陰山的高手 就是在這裏 修煉血力大法 而夢幻谷中 埋著這麽多屍體 擺明就是夢陰山故意的 是想人迷製造出屍殺器 隱藏老巢的所在地 想到這裏 齊俗號一火心 真是無比憤怒 他終於明白了 為何說邪魔是正派勢力的功敵 邪魔修煉秘術 簡直就是喪盡天良 為世間天道所匹容 夢陰山 必須封面 他收回了神色 齊俗號在夢幻谷中四處搜索 只不過他手遍了整個夢幻谷 是半個邪魔的影都未看到 而灰發老者這邊 也都好像是憑空消失了一樣 毫無蹤跡 齊俗號現在 全火心漸漸沉了下來 他在想 莫非是我的推斷出了問題 這裏不是老巢 不可能的 這麼多屍體在這裏 如果不是老巢的話 怎麼解釋呢 但是 灰發老坑入了這裏之後 就消失了 又是什麼原因呢 實在是想不明白 齊俗號再一次 又拿出地圖 仔細查貪 果屈其然 當他細細研究地圖的時候 很快就得出了一條線索 這個夢幻谷中 周圍有十幾座山峰 其中最高一座山 就叫做陰無山 陰無山 在這裏十幾座山峰之上 最高大的一座 而陰無山的山腰之間 就有著一個天然洞月 地圖之上 明明寫著三個字 墓廉洞 哎呀 莫非就是這裏 齊俗號之前都想到過的 夢幻谷這個地名之中 夢字 和夢幻山的夢字 是同一個 而夢幻山的夢字 都帶著一個陰字 和陰無山不配 有沒有一種可能 夢幻山真正所在地 就是夢幻谷 陰無山 墓廉洞 我好厲害 阿南都比不上我 一直以來 沒有人知道夢幻山 具體是甚麼地方 甚至乎 夢幻山這個名字 到底是地名呢 還是中門勢力的名字呢 這一點 千星棍的人 是從來都不得而知的 但是現在 齊俗號就明白了 夢幻山 其實就是千星棍內 邪魔勢力的名字 而這個名字 就是夢幻谷 陰無山的名字 結合而成的 唉 地圖上寫得這麼明 啊 你們這些人玩遊戲 不仔細看文案的 思緒至此呢 齊俗號賣動腳步 很快就來到陰無山下 他的靈色 現在可以釋放一百幾丈遠 但是他現在 就不是那麼膽 去施展靈色 查探墓延董內的情況 喂 因為 好有可能 夢幻山上 不只有一個真元高手 你打一個已經不容易了 到時候 幾個真元高手一起出陣 你就死符符 做下夢幻山一事 齊俗號是下定決心的 但是自己 也都必須小心謹慎 一個灰法老者 已經這麼難對付了 那麼夢幻山 不用說 至少還有兩個真元境界的護法 還有首領 童賢 據說這個童賢 做身懷邪寶 是最難對付的 陰無山上 一條小路 是直達山腰的墓延董 齊俗號看得出來 這條小道之上 一點都不荒涼 很明顯 就是有人長期行走的 到了這個時間 齊俗號幾乎都肯定了 不用說了 這裏就是夢幻山 他沿著小路向上攀爬 就來到了霧廉董的董外 他感受到霧廉董外 隱隱約約 又一股股暗屬性的波動氣息 齊俗號終於鬆了一口氣 這裏 果然是夢幻山老袖 這股暗屬性的波動氣息 就是那些首位化出來的 齊俗號現在 施展著人山術 所以那些人都感受不到他的到來 現在 他就不敢施展靈色 只能夠用心力 模糊感應那些暗屬性首位的方向 微微素是夢幻董 齊俗號很驚訝地發現 這個夢幻董 洞口很小 但是董內 就必有動天 嘩 好鬼遼闊 陰霧山的山複之內 是另一個世界 齊俗號現在 施展如人伸術 即便是遇到真元高手 他都不會被人發現 他小心翼翼 沿著石街 走了一陣 忽然 就看到了很多的邪魔光哨 本集內容已經播送完畢 多謝大家捧場 歡迎大家多多點贊 多多評論 多多收藏 逆天神帝的精彩劇情 我們下一集 接著分解 最重要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